宾围大型猫科动物野生东北虎目前在中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3月27号 世界自然基金会东北虎保护专家在长春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介绍 目前中国境内约有野生东北虎超过40只 相较5年前实现了数量上的翻番 经监测分析 近两年来东北虎种群由中俄边境向中国东北内陆地区扩张的趋势明显 东北虎是世界十大宾威野生动物之一 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 目前东北虎在全世界不足500只 长期在中国东北从事东北虎保护工作的专家表示 目前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东北虎数量 已经较2010年的18至22只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 40只左右 也可以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现在已经实现了这个老虎翻番的这个计划了 石全华介绍 专家团队经过对野生东北虎进行长达10年的监测 发现近两年来东北虎种群分布正从中俄边境区域向中国东北内陆扩展 事实上 东北虎近年来在吉林省境内也是频刷存在感 林业工作者设置的远红外相机频频在野外拍到东北虎画面 石全华表示 目前整个东北林区均有天然林恢复计划 国有林区也全面停止了商业性采伐并采取了进列措施 这为东北虎的气息繁育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此外 中俄两国政府也在边境地区联手合作 特别为东北虎构建了四条大的迁徙狼道 专家表示 这些生态狼道有利于东北虎的跨国自由迁徙 以寻找合适的繁局地 它是可以相互之间进行自由的这种交流的 那实际上中国这边的栖息地就空白栖息地还是很多的 它的这个增长的空间还是有很大 增长的空间